2018年10月15日 日本宫内厅宣布 允许考古界挖掘和调查日本最大的大山古坟 仁德天皇陵 消息一出 日本国内一片哗然 出现许多反对担忧之声 一种反对声音是说 这是皇室祖先的坟墓 怎么能为了考古去扰动呢 对祖先太不惊了 另一种声音则是担忧 万一挖出来一考证 发现里面埋的是中国秦朝时 出海为秦始皇寻找长生不老药的徐福 怎么办呢 那为什么他们会有这种担忧呢 在日本届时大仙艇 有一座日本最大的股坟 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陵墓 它的面积达46.4万平方米 比25万平方米的秦始皇陵还要大两倍 是5.29平方米的胡夫金字塔的9倍 陵墓前缘后方 样子看起来像一把U型索 坐南朝北 长486米 最宽处有305米 高35米有三层 但奇怪的是 如此巨大的一座陵墓 日本人竟然不知道他的主人是谁 只是被官方指定为仁德天皇 因此他被称为仁德天皇陵 仁德天皇是日本第16代天皇 在位时间大约是公元4世纪后期 至5世纪前期 据说仁德天皇出生的时候 有一只大交流飞进了产房里 他的父亲应神大王和大臣们 认为这是吉祥的预兆 于是给他取了个名字叫大交流 所以他又别名大交流尊 大雀命 公元4,5世纪期间 我们中国正经历一段大分裂南北朝时期 而日本有一个叫大和的国家 却迎来了春天 在大和国家之前 日本没有统一的政权 日本列岛上 隶礼着许多各自为政的小国家 其中比较大的是 邪马台国 邪马台国是女王当政 和三国时期的魏国有来往 向魏国朝贡 也接受魏王的赏赐 邪马台女王被迷糊 被魏王封赐为亲魏魏王 还赏赐了金印 紫寿和捐驳 铜镜等财物 邪马台当时是30多个小国家的盟主 他衰落之后 大和国于三世纪中叶以后的大和兴起 也就是现代的奈良县 之后逐渐吞并别的小国 到五世纪时 基本上统一了日本列岛 也有一种说法是 邪马台国就是大和国 因为日语中的 大和的发音变为 邪马台是当时中国人对 这个词发音的解释 大和虽然说统一了日本列岛 但并没有直接的统治权 他实际上只是各氏族贵族的共主 权力还是在各地的贵族手中 但他创造的文明是日本文化的源头 所以日本人都统称自己为大和民族 就像我们自己说自己是炎黄子孙 中华民族一样 因为仁德天皇在位时期 日本国家实力较为强盛 所以是有实力可以花大量人力物力 为自己修建陵墓的 大和时期 日本受中国的影响 天皇和贵族都以修建高大的坟墓为荣 所以这个时代又被称为古坟时代 古坟时代早期的古坟 是建了自然山丘的石 在山丘顶上挖一个树穴 然后将棺材放进去 再把山顶修成方形 就当作是一个坟 到了后期也开始堆土为丘 仁德天皇陵就属于风土为丘 它是修建在平地上的 人力搬运来的风土堆成了这座坟墓 根据计算呀 仁德天皇陵所用的土 总共约140万立方米 按照每天两天